哈喽你好我是恩恩 欢迎来到我们爱情正能量的21个练习的第四天 每个人呢多少都会有一些无法原谅自己的地方 比如说你也许有过这样的经验 为什么我当初要那样做 我要是当初不这么做 我是不是今天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为什么我的个性要怎样怎样 为什么我的脾气这么的圈圈擦擦 紧抓着过去的自己和经验不放 这个不仅仅是不放过自己 也无法让你的人生向前买进 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请你来原谅你的过去 原谅你的过去呢等于原谅过去的自己 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只有当我们愿意放下过去曾犯错的自己和世界 我们才有向前走的力量 而今天的练习呢是 请写下你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时间 写完之后请对自己说或是直接在世界后面写下 过去的我不是故意犯错 也不知道那是不好的方式 我只是不太了解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而透过这个事件呢我长大了也学到很多 我很感谢过去这个不小心犯错的自己 我愿意理解过去那彷徨不知所措的自己 在当下那是我所能想出的最好的方式了 我愿意接纳过去的自己 我愿意原谅过去的自己 我愿意爱过去的自己 这是第四天的练习 这个练习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内心的纠结 无法原谅自己的情绪减缓很多 我们明天见 拜拜